父亲大人 最近我听别人说 我不是你亲生的 平儿休听他人胡言 他们这明摆着 是想离间咱们父子俩 那父亲大人 假如我和刘大伯 一起掉进河里 你准备救哪一个啊 这还有问 当然是救我大哥 那假如我和赤兔马 一起掉进河里 你准备救哪一个啊 当然是救我的赤兔马 那假如我和青龙咽月刀 一起掉进河里 你准备救哪一个啊 当然是我的青龙咽月刀啊 那假如我自己掉进了河里 你准备救哪一个啊 呃 我准备和你妈再要一个 老爸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 平儿啊 那我来问你 假如你吃着饭的时候 我光当一下掉进了河里 你是接着吃饭呢 还是准备救我啊 父亲大人 您这话问的 我怎么可能会接着吃饭啊 哦 那你是准备救我咯 不 我会直接给你安排后事的 平儿啊 不用怀疑了 你他娘的真的是我的亲儿子啊 我有点不舒服 快去帮我请个外科专家回来 是 老爸 老爸 大夫给你请回来了 官平 你死哪儿去了 请个大夫怎么请到现在啊 不是啊 老爸 我做公交马去的 当然会慢了 你不会骑我的赤兔马去吗 老爸 你赤兔马今天限后啊 那你不会打低吗 老爸 万一打低的钱 你不给我报销 那我岂不是亏大发了 老爸 你别生气啊 这么急着找外科专家 是不是痔疮有犯了 官平你瞎 我胳膊都打绷带了 怎么可能是痔疮啊 老爸 那可说不准啊 万一他转移阵地了 可咋办啊 甭废话了 这位先生就是华佗吗 不是啊 老爸 他叫小小兵啊 你看他英俊潇洒 风流倜挡 小刀年可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郡后生啊 兔崽子 你知是让我跟他相亲吗 他到底会不会 做外科手术啊 会啊 老爸 他曾经给蚂蚁一过不孕 老虎削过指甲 乌龟治过难产 大象拔过蛀牙 这他娘的不是兽医吗 哎呀 老爸 一个痔疮而已 谁可还不都一样啊 官平啊 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我和你妈不该冲动啊